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 大家好 我是阿伦 我们今天要来玩的是八方旅人大陆的霸者 那么在我们开始之前 拜托拜托大家订阅一下我的频道吧 然后给我的频道给我的影片一个赞啦 前情提药 英雄泰特斯率领匪裔统治人民 成为Emple Carroll的统治者 他计划量产恐怖的匪精药来增强自己的力量 另一方面青年贝尔诺特别无选择 只能遵照泰特斯的计划 为了保护自己的情人凌忧 但是持续的谎言导致凌忧离开了他 不行 这不起作用 鱼尔根 今天就到此为止吧 鱼尔根 今天就到此为止吧 如果不让头脑冷静下来 可能会忽略一些事情哦 说到底你是想拖延一点时间吗 对了 上一集有说到呢 鱼尔根呢 他有偷听到了我们跟 贝尔诺特的对话啦 所以他有点激动啦 除非完成 否则我救不了我的妈妈 上一集也说到啦 上一集也说到啦 那个泰特斯呢 能救他的妈妈啦 对不起 哦 我们站在门口 好像吃汗一样 哈哈 阿伦正好 这里有消息的 你愿意听听吗 我知道泰特斯的计划了 小镇的北部有一间红色的大圣堂 近期即将完工 他说的大圣堂应该是 那个第一章的第一集 讲那个白色头发的修女 讲的那个大圣堂吧 其实那一天会有很多人来参观 泰特斯想对他们撒上斐进药 并试图以人质接管圣火教会 在他的强大的力量面前 我也无可奈何 看来我们的贝尔诺特之前 应该是自己想阻止他吧 但是还是没办法 但是呢 如果先把教会纳入我方 也许能够团结人们的心灵 并战胜力量 你能把你的力量借给我使用吗 这里应该他是寻求 要不要我们帮 我们要不要帮他啦 这里肯定是选要的啦 非常谢谢你 就在这附近 在泰特斯发现之前 有什么办法可以去东边的平地 那里有圣火骑士的营地 寻求别人的帮助也是一种 力量吧 然后呢 就是这个文书 里面记载着所有泰特斯所犯下的罪行 这样应该能拯救那些匪役的人吧 鱼儿根 尼也 看来我们的贝尔诺特 连鱼儿根都想救 他想帮鱼儿根救他的妈妈啦 最大权力者第二章 墨雪之梦 好啦我们获得了这个正文啦 现在应该是要赶往 那个营地啦 圣火骑士的营地 我呢应该会去 买一下装备啦 因为我这个 我装备还没有买好啦 第二章不懂会不会比较难啦 那我们暂停一下吧 好我们继续去往我们的营地吧 哦对了我忘了说我的原本的账号呢 被我不小心删除了啦 然后还没有绑定没有办法就再创多一个新的账号啦 刷了很久 终于有一个满意的队伍啦 好那我们开打吧 这个阵容呢 这个阵容呢 其实也不是讲很好啦 只是 他因为 有两只五星比较好打 不然比较难打 然后我之前练了20等啊 全部都 不见啦 现在全部8等 诶 这里有一个宝箱 哪一个宝箱 哪一个宝箱 哪宝箱 哪宝箱 哦 素材 好我们继续赶往营地了 其实这里的小怪其实都不是很难打啦 都是蛮容易的啦 等级也不是很高啦 不懂 到底那个营地看一下 等级会不会比较高 我是换好装备了啦 可是如果等级一笔的高还是比较难打啦 然后呢我的这一只剑是呢 他的攻击力特别的高啦 如果他 对手的弱点呢 是剑的话 他其实很好用 他可以打 我之前 我好像之前打过 他最高伤害 对方弱点是剑啦 最高伤害好像到700多啦 正好 弱点剑 跟斧头啦 没有魔棒 然后我的钥匙的技能也是蛮强的 那个大斜段 伤害还蛮痛 好,這就夠了 完成了 那我們繼續趕路啦 往右走 上面一隻牛 那個牛還蠻 還蠻難打的 25等 那隻牛很難打一下 25等其實蠻多這種boss都是25等 然後25等都特別難打 像我們那時候進的那個洞窟呢 有一隻15等的boss 那隻也是很難打 如果你沒有打他弱點的話超級難打 那裡有一個金色的寶箱 被一隻boss擋住 可能過後打 可能過後會去打吧 那 繼續走吧 喔 上面那個應該就是影帝啦 怎麼會有一隻生了 紫色胎的 粉紅色胎的 中間那個應該是扇子 或者是小刀吧 這首歌還蠻好聽的 這首歌還蠻好聽的 青花跟 烏鴉 這青花弱點也太少了吧 弓箭 為什麼要怕小刀嗎 還是輸出打他吧 看一下 27BREAK 阿BREAK 他就蠻容易打的 我這隻要死其實還蠻容易尾刀的 他 他每次 不懂為什麼每次都是他在尾刀 他的斧頭打還蠻痛的 這個 有一隻 螞蟻 螞蟻守著一個寶箱 好 我們到聖火教會的營地啦 在那之前先開寶箱 素材 螞蟻 他看我沒有去打他 跑來打我 我 我劍的角色其實還蠻多的 我那個 弓箭的後背那一隻也是 用劍的啊 好我們繼續趕路 正火騎士 營地 喔 這裡好大喔 都是一些 木 裡面是裝 酒嗎 還是裝水 蛇跟 魔啊 裝機 魔裝機 綠 蛇的弱點好少喔 這些很像 植物系的都蠻怕斧頭的 這些青色的角色呢 他其實還蠻怕斧頭的啦 我猜下面那個 魔導機 綠應該也是怕斧頭的 剩下的 那 解決他咯 我其實還蠻 想念我之前那個賬號的那一隻 那一隻 聖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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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會的 木石 聖火教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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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光死性打很痛 然後又可以補血 還補蠻多的 你看他的break 真的是苦痛 他的弱點啊 奇怪咧 他什麼都不怕 就怕斧頭 然後還有四個 不懂是什麼來的 快點趕路咯 蛇 怎麼又是蛇 快速擠開牌 快速擠開牌 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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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上是看对手的弱点来配置你的队伍啦 有些王还蛮难打的 那个时候呢你才要配队伍啦 如果像这种普通的小怪 你就没有什么必要配队伍啦 看星术啦 如果你的星术 如果你有高星术的当然是放高星术的啦 诶 是绿色的竟然不怕斧头哦 怕剑 怕魔棒 我的钥匙是伪刀手啊 你看 他有伪刀 上面一个金色的宝箱 在这里也是有个 头盔 那个要12等才可以装备 那边的金色宝箱 其实这个八方女人总觉得怪怪的 他好像 全部角色不可以选自己要攻击的敌人 就讲只可以选一个敌人然后全部角色攻击他 但是你不可以一个角色攻击上面一个角色攻击下面 之前 我玩 你等到睡前的八方女人好像是可以选择的 这个是没有办法的 所以你可能要把一只打倒后然后另外一只 才打另外一只哦 比较容易打哦 不然 不然之前那个八方女人很容易打出弱点 这个比较难 因为他有两个的话 你要 你全部 角色只可以打一只 然后打完那一只 可能你要打下面那一只 你就只可以先打下面那一只 你想打上面那只 可能你只能打 先打上面那一只 你会打上啊 好 我们走啊 是 我 是 一招式 这 我一个角色是加1HP的 哦 死了 我其实还蛮差那个 那个 我的弟子 我的那个 用剑的角色啊 我的剑 我的剑只有用买了9等了 然后过后可能升级会比较慢 可以从赏店买了 希望可以有宝箱可以开到一个 比较高等的剑啊 比较高等的剑啊 哇 我很讨厌打这个啊 这点怎么这么少啊 打好久啊 但是他 我的钥匙 好 上面那个应该是我们的剧情啊 终于到了 再来 腰不够直 展现你们的灵魂吧 他们应该是在训练吧 怎么除了 除了这个老头之外 好像全部都好弱 停 有什么事吗 这老头怎么感觉好帅哦 我今天是来给证据的 我要高法泰特斯 这是怎么回事 证据的 匪医不是应该是负责让教会中 罪人赎罪的组织吗 泰特斯不是有着让许多罪人赎罪的名声吗 这个郑文贤让我保管吧 教会将给予适当的惩罚 谢谢你的勇敢行动 长途旅行也累了吧 我通知一下在Ciatopolis的旅馆 这个应该是另外一个镇吧 愿圣火指引你 好 现在我们应该是要去另外一个小镇了 在那之前我先整理一下我的技能哦 等我一下啦 好 那我们出发去另外一个小镇咯 技能还蛮多的啦 你们要有效的选择啦 过后可能打Boss啦 那些Boss可能他如果点是雷属性 你就要配一些雷属性给你的角色啦 或者是火属性 冰属性 光属性 暗属性 风属性 这几个技能你要好好配啦 通常都是会有用到的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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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是你的XP要蛮高的 有些技能XP要蛮多的啦 这一只灯 这一只灯的弱点不懂是什么耶 每次打都打好久哦 好 解决 我的等级 再慢慢的上去啦 那我们赶紧去那个小镇吧 怎么又是你们啊 打好久哦 我是不是应该放过一只斧头角哥啊 好像我没有耶 我好像只有这只五星的斧头角 没有四星也没有三星 好惨 奇怪 这游戏是没有设定好是吗 每次 乘三的 攻击 乘四的攻击 他就是 很大声 哼 最好的没有设定好是吗 奇怪 啊 我的拱箭手倒了 我的拱箭手不大适合长久战 好 胜利 走了走了 我的钱 好少 还有一天 应该怎么下面有一个银色的宝箱 剛才怎麼沒看見 居然藏在下面啊 誒又是這個粉色青苔的豬 還有上面那一隻烏鴉 其實有些怪的弱點還蠻合理的 像這隻烏鴉它的弱點是公軍 因為飛在空中的生物我們通常會用弓箭去射它的 勝利啦 旁邊有一些素材 有些素材呢 你可以它有些你買那些武器啊 它有時有不是有時啊 全部都有那個素材的 然後那些素材你可以拿來買東西的 然後有些呢 只能拿來賣罷了 有些可以拿來做武器 有些可以拿來賣 就這兩樣罷了 這個道具 我怎麼在繞圈圈 啊 進城之前又遇到一隻螞蟻 幹掉它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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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一進城就想偷東西 好爛喔 不要 不要啦 我們前往旅館吧 一直看到那些人我就想 金色寶箱 兩百塊錢 一直看到那些人我就想 搶東西或者是想 買東西 歡迎光臨你的事我已經聽說了喔 你得到了聖火騎士 大人的認可 真是了不起啊 但是你看起來一點也不強欸 啊哈哈哈哈 槍屁槍 可惡 喔 What 他們是 怎麼著火啦 這個該不會是 這麼快喔 我一到 我一到他們就來了 沒有 全軍覆沒啦 什麼都沒有啦 是你的錯 貝爾諾特 背叛了英雄泰特斯大人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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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這個人每次笑怎麼那麼蠢啊 你有聽說嗎 昨晚的是 那營地著火了 被烧毁的不堪入目甚至已经分辨不出来了 你很幸运住在旅馆里 无论如何那条路现在被封锁了 早点回去你之前的小镇吧 好那我们先来进这里的装备装备的那个屋吧 进去里面 好我买好了 现在应该是要处罚去找贝尔诺特吧 不是吧这么快哦 鲁鱼那个营地的圣火骑士很强 结果一下子就被灭团了 什么鬼哦 太惨了吧 好我们现在应该是要回我们原本那个小镇啊 应该是去那边找贝尔诺特了 计划失败了 哇你看我的镜是伤害痛啊 148 而且是没有没有乘二乘三武器的普通攻击 有没有乘三武器的普通攻击 这一只等级上升了 剩下的还差一点 那一只等级上升的应该是我第一只角色的 第一只抽到的那只角色 之前呢我不是说那个角色是 但是应该是一样 但是其实不一样 它是全部四星随即中一只的 然后它的四星都是最高只能四星啊 然后它不会中 它可能它不会中五星 它也不会中四星推进那些五星的角色 它是全部都是四星最高的 所以那个其实没有必要刷啦 就看你啦 我是觉得你要刷不如进去 可能它那些奖励领一领啊 就可以十连筹了 那个地方你才要刷 然后之前那个四星 那个不用刷啦 就是到十连筹才刷啊 其实呢 那个抽脚的几率其实还蛮高的啦 只是不懂为什么还蛮难抽的 它的四星可以进化成五星的 全部角色是2.5% 全部角色它加起来是2.5% 然后五星呢也是2.5% 所以呢 加起来就等于5% 你会中 那个五星角色 就是有可能会中四星 可以进化成五星 或者是五星 加起来是5% 其实还蛮高的啦 对于一个游戏来讲 其他游戏其实都蛮低的 这个游戏还蛮高的 只是不懂为什么还蛮难抽的啦 咦 这里怎么会有一个金色的宝箱 怎么之前没看过 两百五 金币 哇 这个也是很烦哦 你看它的弱点 五头罢了 他也是蛮难打数弱点的 所以这一只其实还蛮像 那一只在洞窟里面那个输整的 哇 那个也是弱点很难找 基本上 基本上呢 这一种角色呢 它的弱点都是属性啦 你要用属性去对付他们啦 他们的弱点通常大部分都是属性 好 我们快要到小镇啦 那个BOSS我们之后再打吧 这个我没有打过 这样弱点其实还蛮多的 那一开始就剑 虎头 魔棒 就这个是我们的弱点 好我们到小镇啦 感谢你们的收看 如果喜欢我的影片 记得给我的影片一个赞 订阅我的频道 开启小铃铛或许最新的消息 那我们 Part 1就到这里啦 如果你想要很快看到Part 2 希望你们按赞这个影片啦 感谢你们 我们下一部影片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